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6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 CBC的这篇报道的标题是 ISM表示美国工厂活动在5月份连续第二个月下滑 它副标题是随着市场展望 关键的非农报告,美国股市拉开6月份交易的序幕 那么今天相比较而言 这个制造业的数据成为华尔街比较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 ISM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 由于新的商品订单下降幅度是近两年来最大 美国制造业活动在5月份连续第二个月放缓 供应研究所,也就是我们俗称的ISM 5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从4月份的49.2下降至48.7 这是连续第二次下降 也是第二个低于50临阶点的月份 那么之前经济学家们预测的中位数是49.6 也就是说美国5月份的制造业的状况比预期的要差 那么另外一项数据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更大 就随着借贷成本一直处于8月20年来的最高点 ISM制造商的新订单自2022年6月以来暴跌最多 下降了3.7个百分点至45.4 这也是一年来的最低 所以新订单的下降 与采购经理人指数的低于预期 双重验证美国的制造业出现了衰退 那么今天工艺研究所的另外一项数据呢 让市场投资者还感到一点点安慰 在2023年大部分时间下降后 工厂投入的成本在今年重新加速 这方面呢有所缓解 支付价格从60.9降至了57 而经济学家们之前预期是58.5 就人们判断这个新订单也好 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好 还是关注制造业的这样一种状况 能否继续或者运行是否正常 那么订单下降 采购经理人指数下降 是一种比较负面的信息 但是这种成本的降低 它也会鼓励制造业的继续扩张 所以总体而言 今天工艺管理研究所的这一组数据 还是偏负面 但这个数据它不足以影响 整个投资气氛或者是投资环境 人们还在等待 本周五的非农数据的发布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中东形势的最新的三个信息 第一条呢是以色列时报的报道 标题是内塔利亚胡称 我们继续坚持在加沙 消灭哈马斯 随着以色列官员继续反驳 美国总统拜登周末提出的 人质协议的提案的要素 表面上是以色列的提议 内塔利亚胡表示 以色列为了试图找回人质 已经走上了漫长的道路 但一直声称 我们保持了战争的目标 主要是消灭哈马斯 内塔利亚胡说 我们坚持要实现这两个目标 这不是我们现在要新增的东西 也不是我要新增的东西 因为我受到了联盟的压力 这是我们在战争内阁中 一致同意的事情 那么这个新闻 它体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 因为国际社会要求加沙尽快停战 那么以色列人们 目前最担忧的就是人质的问题 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 哈马斯也同意交出人质停战 但是内塔利亚胡呢 他就觉得那不行啊 我们打架杀 除了解救人质以外 我们还要消灭哈马斯啊 我们是两个目标 那么内塔利亚胡今天做这种声明呢 他主要是向以色列人喊话 他说哈马斯满足了人质的要求之后 我们不会停战 为什么不会停战呢 因为我们的目标 第二个目标是消灭哈马斯 他说这个目标呢 他不是我 内塔利亚胡 单方面确定的 这是战时内阁 也就代表了反对派 也是支持这个目标的 所以说以色列内部不能乱 不能变 这个他还是在以色列国内呢 希望统一意志 第二个相关新闻是 以色列时报的报道 他说6月2日 以色列的战争内阁召开了会议 并且讨论了拜登提出来的人质交易的提案 那么对这一次战时内阁会议 以色列的媒体呢 就出现了不同的报道 LT看到以色列比较多的一种报道是 战时内阁不情愿的结束了拜登的提议 就说人质交换 停战 暂时停战 这个接受 很不情愿接受 但是不放弃 消灭哈马斯 但这两个 有一定矛盾的表态 能否维系 达成停战协议 这个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个相关新闻是 周日 纽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以色列日的游行 那么在这个活动之前 就是反以色列的一些团体呢 要求纽约政府取消这个活动 但是昨天的纽约市长亚当斯 也亲自参加了游行 表达了支持以色列 而且亚当斯呢 他这个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 他说 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 就是摧毁哈马斯 把人质带回家 让我们带来和平 这样我们就不会失去 无辜子的生命 所以这个表态呢 他也能让外界了解 就美国国内的舆论呢 究竟怎么看 目前的加沙战争 因为亚当斯讲了个观点 他说尽管现在 反以色列的声音呢 嗓门非常大 但是他并不代表啊 美国社会改变了对以色列的态度 因为亚当斯 他是一个民主党的市长 他的立场也代表了一部分民主党人 所以他这个言论呢 对以色列人来讲 是一个鼓舞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CBC的报道 他的标题是 克里姆林宫警告华盛顿 致命的误判 让基辅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希尔盖 李亚布科夫 今天警告美国 允许基辅在俄罗斯境内的目标部署 美国提供的武器的潜在致命后果 他说 我想警告 美国领导人 不要造成致命的后果的误判 他说 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 他们低估了 他们可能受到的拒绝的严重性 他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谈到这个话题 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 必须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对待 上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白宫已批准乌克兰向乌克兰城市哈尔科夫附近边境的俄罗斯领土的目标 部署美国提供的武器的请求 这种用途被授权于保卫哈尔科夫的有限目的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的想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 就俄罗斯人威胁 它指什么含义呢 坦率来讲 无非是在重复或者暗示普京威胁世界的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就是俄罗斯有核武器 把俄罗斯惹毛了 俄罗斯用核武器 第二个威胁呢 就是战争扩大化 就战争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把这种战争扩大化呀 还把中共也带出来了 他说会扩大到欧洲 中东 东亚 那么东亚发生战争扩展 俄罗斯把战争扩展的东亚 他能跟谁打呢 或者谁会在东亚地区打仗呢 那么潜在的这种战争冲突 无非是台湾海峡 以及菲律宾 或者南中国海 普京他能够把习近平当做一个筹码 来威胁世界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传递出来是 俄罗斯可以利用中共的 所以说你说普京这两大威胁 会带来什么效果呢 也许有些人会怕 但是LT观察 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 是没有人怕这两大威胁的 因为第一个威胁 你要战争要扩大也好 核武器也好 你使用了核武器之后 那么俄罗斯这个国家能不能存在 也是一个问号 而且你战争你怎么扩大 你主动去与北约交战吗 普京你在过去的两年多 你不敢呢 你只是拿这种乌克兰来出气 所以今天俄罗斯这个威胁会不会引起西方的重视 从目前来看 这种威胁影响不大的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今天美国的政治头条新闻 我们分享CNBC的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亨特拜登的刑事审判 在川普被定罪后开始 你看美国这个司法很热闹 前总统刚刚被定罪 现在是现任总统儿子的这个刑事犯罪的审判又开始了 他报道这样描述的 亨特拜登的刑事审判 今天在特拉华州的联邦法院拉开帷幕 拜登总统的儿子在川普成为第一位被定罪的美国前总统四天后 该案件开始面临枪击指控 54岁的亨特拜登抵达法院 对现任总统的孩子进行首次审判 他将面临2018年购买和拥有左轮手枪三项重罪的指控 他已经不认罪了 这是他面临的两起刑事案件之一 亨特拜登的审判 让共和党人有机会将注意力从川普的法律麻烦上转移开 川普将于7月11日被判刑 他在其他的三起畏惧刑事案件中不认罪 如果因特拉华州案所有指控被定罪 那么亨特拜登将面临长达25年的监禁 尽管被告的刑期通常更短 那么亨特拜登周末呢 与拜登总统的在特拉华州的雷霍博斯海滩度过了周末 潜在的陪审员将接受筛选 以使他们有能力在审判期间来服务 预计审判将持续到下周末 所有的12名陪审员都必须同意他无罪 毫无疑问的定罪 这是指陪审员此案 预计将集中在亨特拜登多年来西斯可卡因 他已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 也是他2021年他的自传美丽事物的突出部分 检察官将试图证明亨特拜登知道他在说谎 当他在联邦枪支购买表上的问题旁边勾选布时 他知道自己在说谎 该问题是否是非法使用受控物质 检察官律师在法庭档案中透露 他们可能会使用亨特手机和iCloud的账户 收集详细的资讯包括他西斯毒品的照片 以及于毒贩发的信息 他们说他们可能会传唤他的前妻作为证人 他在2017年离婚的诉讼案中指控亨特拜登在毒品酒精妓女身上挥霍 那么亨特拜登的律师表示 他们可能会试图证明他在购买枪支之前已经完成了戒毒的计划 并可能认为他在枪支购买表上的回答是真实的 那么这次联邦检察官对亨特拜登的刑事指控之一 接下来呢还有联邦税务犯罪 那么联邦税务犯罪就会牵扯到亨特拜登 以及拜登家族的一些潜在的腐败犯罪的问题 这个就涉及到中国的华信 甚至中石油等一些公司的一些腐败问题 但是显而易见中共呢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配合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E有一个方面的评论 美国的政治是非常不堪的 但是美国的法律体系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它工作还是非常正常的 甚至你可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公正的 所以相信这起案件也会得到美国社会的全面解释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伊朗国家媒体的一个报道 伊朗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伊朗的大使 抗议三岛域主权的声明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 中国现在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主 那么国际政治舆论当中的所谓的邪恶轴心 伊朗与中共关系也很密切 但是由于这两天 中共把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请到北京 签署了一些协议 其中习近平与阿拉伯联合球场国 签订的一个联合声明当中 就冒犯了伊朗 因为这个声明当中就类似于政治交易 就阿联酋支持中共的台湾政策 那么阿联酋就要求习近平 那你也得答应我一条 你得支持我们与伊朗争议的三个岛屿 主权是归阿联酋的 那么习近平也签了证了 公报也发了 所以伊朗人非常不满 伊朗的国家媒体评论称 中国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中国共同声明中 支持没有根据的宣称 伊朗向中国驻德克兰大使表示反对 伊朗外交部强调说 这三个岛屿是伊朗永恒的领土 我们期待中国在这个议题上改变立场 所以习近平玩这种共同体 玩得固此时彼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一个重要新闻 这个在国际主流媒体里边普遍做了报道 它本质上是一个八卦 但是看来全世界人民好像都比较喜欢八卦 我们分享法新社的报道 它报道标题是 93岁的莫多克迎娶第五位妻子婚礼现场曝光 就莫多克昨天在美国加州名为 莫加拉的自家的酒庄与朱可娃结婚 报道中回顾了莫多克的婚姻史 说莫多克此前有四度结婚 其中最近一次是跟模特杰瑞霍尔结婚 但他们于2022年夏天就离婚了 那么中国人邓文迪是莫多克的第三任妻子 他的首任妻子是澳大利亚的空姐叫布克 两个人是60年代末期离婚 第二任妻子是一名记者 两个人一起生活30多年后 1999年离婚 那么与邓文迪是2013年婚姻结束的 那么国际主流媒体为什么都投入这么一个八卦新闻呢 是因为有关莫多克的婚礼 以及莫多克的婚姻 它牵扯了非常复杂的一些八卦内容 而且这些八卦内容 你把它组合到一起 它会影响世界 我们可以简单来回顾一下 看看国际主流媒体有关莫多克再次结婚这个事 他们报道中又带出了哪一些更复杂的八卦 你比如说第一个媒体普遍的议论 莫多克这个新夫人朱可瓦 这是个很神秘的人 这个朱可瓦呢 他是苏联人或者叫俄罗斯人 那么在俄罗斯 苏联解体之前移民到美国 这个朱可瓦本身 他也早就是个知名人物 他的第一任丈夫叫朱可夫 大家一听朱可夫这个名字在苏联就是响当当的 这是前苏联著名的将领 那么这个朱可瓦的第一任丈夫呢 就是这个朱可夫将军的后代 在苏联解体以后就第一批发达的啊 就与中共的这些什么红二代啊 差不多的这样一种概念 就瓜分国有资产成为巨富 那么这个朱可夫呢 就得到了很多前苏联的一些矿产资源 他目前呢生活在英国 所以他也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 所以莫多克娶这个朱可瓦呀 是他五次婚姻当中啊 他找到一个最富的 找了一个富婆 也是非常有钱的 那么美国媒体报道这个朱可瓦呢 都把他标贴为啊 加州大学的生物学家 他确实也在大学任教过 但是呢他更多的经历呢 是在社交界 所以你看这就扯出朱可夫 将军的后代 或者朱可夫的这样一个家族呢 这里边就又扯出来 苏联的红二代 怎么去瓜分这个国有资产的 所以你看这个劲不劲爆 那么第二个很劲爆呢 是这个朱可瓦与朱可夫离婚之后 很多年 怎么又跟莫多克搭上了呢 这就是国际媒体啊 他议论的第二个 他八卦焦点 戏中戏 邓文迪把这个朱可瓦介绍给莫多克的 那么邓文迪怎么认识这个朱可瓦呢 因为邓文迪嘛 现在社交民园 同样 另外一位社交民园 跟邓文迪很熟 就是这个朱可瓦的女儿 这个朱可瓦的女儿呢 与邓文迪一相熟 所以邓文迪呢 也认识了这个朱可瓦 就他这个朋友的妈妈 人熟了之后呢 他看这个前夫 现在没有女伴了 人家就把他这个好朋友的母亲 介绍给他的前夫莫多克 这个也是充满戏剧性 第三个 让国际主流媒体啊 都津津乐道的这个 八卦中的八卦呢 是这个朱可瓦的女儿 也就是邓文迪的这个好朋友 这个也是一个今天的八卦热门人物 这个朱可瓦的女儿呢 他有两个女儿 他这个大女儿呢 因为他父亲嘛 朱可夫 富可敌国 也很早就成为欧洲 美国四个交圈的这个名媛 那么他很快就认识了普京的金主 俄罗斯的巨父阿布 就是前阿斯纳队的这个老板 那么阿布呢 就看上了这个朱可瓦的女儿 为了追求这个朱可瓦的女儿 阿布与他的妻子离婚 当时出现了被国际舆论普遍报道的天价离婚 就支付他的妻子十亿美元 就是宁肯支付十亿美元 也要与这个朱可瓦的女儿结婚 那么阿布与朱可瓦的女儿结婚以后 不长时间也离婚了 但是离婚了 人家朱可瓦的女儿也不白给 那么阿布为了这次离婚呢 支付了三亿美元给朱可瓦的女儿 那么接下来呢 又支撑出了一个让全世界啊 这个舆论呢 感到震惊的这个八卦新闻 人家这个朱可瓦的女儿呢 现在呢又与希腊传王的继承人结婚了 希腊传王的继承人呢 是一个钻石王老五 从来没结过婚 而且呢比朱可瓦的女儿小 人家呢 又愿意啊带着世界级的船队 人家呢又与朱可瓦的女儿结婚了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又扯出一些复杂的八卦呢 是他这个莫多克啊 昨天于他这个新夫人 结婚典礼的这个场所 就加州他自己的这个庄园 被英国媒体呢 又提及一些让莫多克不愉快的事 因为这个是国际主流媒体 都曾经普遍报道过的 就邓文迪与英国前首相布兰尔 就是在这个庄园 他们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关系 而被世界舆论广泛报道 莫多克呢 也是因为这件事 与邓文迪离婚 现在呢 这个地方呢 又成为一个新的一种 八卦热门关注的焦点 那么第五个 扯出来的这个八卦中的八卦呢 就是邓文迪与普京的关系 那么这个事之前呢 有些媒体 视视而非 通过挖掘莫多克呀 邓文迪呀 朱克瓦 哈布 这些人关系穿在一起 让更多人相信 邓文迪与普京之间 也有一些亲密的往来 所以这么多劲爆的八卦 交织在一起 交织在这个莫多克的这个 最新的婚礼当中 就出现了个非常罕见的状况 这种八卦新闻 成为各类政治新闻 各类严肃的财经新闻 争相报道的内容 第七条 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美国纽约邮报 报了一个很劲爆的新闻 就郭文贵的这个审判当中 外界惊异的发现 就郭文贵曾经贴身的美语 英语翻译 竟然是FBI的卧底 这个还是很令人震惊的 相信很多网友呢 都在郭文贵的直播当中 郭文贵的相关新闻当中 都看到过一个 郭文贵的这个白人女翻译 凯琳 那么这个凯琳怎么 又变成了FBI的间谍呢 她报道这样描述的 近日 中国商人郭文贵欺诈案 正式于纽约进行审判 但审判过程中 却意外爆出 郭文贵的前翻译凯琳 是FBI的间谍 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中国商人郭文贵被指控诈欺罪 从众多投资者手中骗取了超过10亿美元 根据美国警方的资料显示 2018年起 郭文贵便开始挪用股票发行资金 农业贷款等多项投资者的资金 并用于购买豪宅 游艇豪车和其他的奢侈品 那么随着案件审判之第五天 法庭请郭文贵的前翻译凯琳 作为证人 作证有关郭文贵的欺诈 以及投资公司运作的具体细节 当中凯琳被郭文贵的律师询问过程中 竟然坦承了自己 是美国FBI的卧底 消息一出引发各界热议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V网友分享一个方面的观点 这个还是很令人震惊的 因为郭文贵这个女翻译 也很张扬 郭文贵也经常对外进行介绍 但是谁也没想到 她竟然是FBI安排的这样一个卧底 那么为什么会安排一个卧底 到郭文贵身边 显然体现了FBI早就对郭文贵有些怀疑 那么怀疑什么呢 因为这个翻译是在她搞这些 什么农场啊 募捐啊 搞这些活动之前 那么在这之前 为什么就有卧底到她身边呢 那显然是对郭文贵与中共的国家安全部之间 究竟有什么关系 而我听认为是对这个问题啊 进行卧底的 当然还有没有其他目的去卧底 这个不得而是 那么最近曝光的另一期 被美国抓住的中共间谍案 也是有类似的方式 就那个出事于香港的这个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他还不是一个职业间谍 是一个信息分析的这样一个外围的工作人员 他成为中共的间谍 那么美国方面呢 又找不到证据 后来FBI呢 做了一个惊人的这样一种设计安排 就对那个老兄啊 已经退休从中央情报局退休的人呢 FBI说我返聘 我来给你出工资 我来雇用你 你这个是前中央情局的CIA的人 对我们FBI有用 我给你工资 那个老兄一听啊 我还可以继续来当间谍 我还可以继续获得情报 通过FBI也能获得情报 中共方面呢 也认为这是个好事啊 那么在最近这个审判当中呢 也终于公开 就那个老兄 他到FBI工作 本身是FBI设计的一个圈套 因为找不到他的这样一些 给中共当间谍的证据 就故意聘请他到FBI工作 在这种被FBI直接监控的情况下 锁定了他 为中共做间谍的这个证据 所以你看通过工贵的这个翻译啊 通过那个前CIA那个间谍 你能看出就美国 他为了锁定一些犯罪证据 他们是非常愿意放长线钓大鱼的 他们非常不着急的 所以这个新闻呢 还是很劲爆的 第八条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路透社和美国政治网站呢 对中国新任国防部长 董军的一个报道 这两个媒体报道 总的给人的印象是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啊 手眼眼砸了 董军怎么眼砸了呢 我们来分别了解一下 路透社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一名不拒 新名的美国官员 告诉路透社说 三年来 每年都有一位新的 中共国防部长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致辞 董军的话毫无新意 每一年 他们都发表一篇 与解放军在地区 协不信活动的现实 完全矛盾的演说 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董军发言的题目是 中国的全球安全观 那么在这个全球安全观里面呢 把中国 把中共描述的像天使一般的爱好和平 但是董军在这一次 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的讲话呢 又是四处为敌 你看路透社他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你看董军讲话 威胁菲律宾威胁越南等周边国家 董军称对他国南海侵权 挑衅保持克制 但这种克制是有限的 你这个我先警告你 不行了我要打的 你看这是他的全球安全观 第二个的威胁台湾 谁敢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 自取灭亡 就这种喊口号呢 延续了过去两人 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喊的口号 所以说美国国防部认为呢 就是一方面中国在讲什么和平安全观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喊打喊杀 那么政治网站描述呢 就更生动 就是把董军的这样一种 不堪的这个状况 他描述的更生动 他这样描述的 说董军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以中国全球安全观为主题发言 但却在发言以及答问的环节 长时间以念稿的方式谈及台湾问题 这个有点习主席的风格 只按小本本上有的内容说 那我不管你提什么问 他的喋喋不休 似乎引起现场的不满 董军在演讲问答环节 拒绝了主持人巴斯蒂安 吉格里奇 让他回答有关中东和乌克兰的问题 而且呢 主持人说这是一个十分钟的问答 但是董军在专门回答乌克兰 中东问题时候呢 人家不说 人家又拿出他那个小本本 来念对台湾的恐吓问题 那么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 连与中国很暧昧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 也看不过去了 黄永宏讲了一句话 说这个董部长可能希望用半个小时 来谈谈台湾问题 就他这个意思吗 那就是人家给你十分钟谈中东乌克兰问题 人家不 人家希望用半个小时来谈台湾问题 就这个新加坡的国防部长呢 也来嘲笑一下董军 所以从两个方面报道来看 中国的新任国防部长 他这次到香格里拉来呢 他似乎心思不在这个会场 心思呢 不在这个会场讨论的问题 他的心思呢 是在向习近平表忠心 是向远在北京的习近平呢 讲了一番对台湾气势汹汹 恶狠的一些威胁的话 所以这就是个很奇特的现象 中共现在官员呢 无论是对内对外 这些官员呢 心里面只有一个人 他们表达他们说的话呢 只想说给一个人听 所以这就是国际舆认为 董军在新加坡的这个演出 演砸了的根本原因 因为他根本没想在新加坡来表演 他根本没想演给国际舆论看 演给余会者看 他只想演给中南海的习主席看 所以大家感觉董军在新加坡很荒唐 你如果能够理解的 董军的这样一个内心的需求和愿望来讲 就容易理解了 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 一篇在中国啊 今天很热门的一个文章 很多人在传播在评论 这个是中国武汉大学一名教授 他的一个调研报告 而且这个教授呢 是专门研究地方治理的专家 博士生导师 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 地方治理的信用透支已成常态 我们来了解一下 看看这个专业调查论文呢 是怎么看待这个地方治理信用透支的 他这个论文的理论性逻辑性非常强 比一般的反质泛泛的议论呢 那个要有说服力的多 他这个论文开头是这样描述的 如今种种无赖化 正在地方治理当中 形成系统性的蔓延之势 一个可以称之为信用透支型的治理的生态 已经广泛形成 在各地政府普遍陷于远超地方财政能力的造成运动 国家公共财政资源借项目制向农村输送 进而引发新型的春季债务的背景下 不仅政商之间不断透支信用 政府与银行之间 各级治理主体之间 甚至基层干部与民众之间都纷纷落入信用透支的境地 贵州省水城区政府拖欠女企业家工程款事件 仅仅是这个信用透支型治理生态的缩影 那么这个教授嘛 他与普通人谈论这个问题还不一样 他当然会讲理论 他列举第一个信用透支 是县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信用透支 文章称 中国的法律规定 地方政府不能够直接借债 各个地方政府绕开这些规定的方法 就成立了融资平台的国有企业 如承发集团 承投公司等之类 以公司的名义 向银行贷款融资 弥补县城建设 巨大资金缺口 那么他列举 县政府透支金融信用的第一个表现 就是县政府借钱以后 只还息 不还本 这个在中国各地是非常普遍的 没有人打算去还本 能还利息都不错了 就现在还通过借地方债来还利息 本钱没有人考虑的 这个给银行带来巨大麻烦 那么县政府 透支金融信用的第二个表现 就他认为是 虚增国有资产 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比如贵州省 前东南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布 就荣江县 把他的这个县火葬厂 殡仪馆 20年的经营权 把它卖掉 那么卖掉 政府就有收入 有收入之后 就可以去贷款 那么他卖掉20年的这个火葬厂 这个经营权呢 卖了1亿2600万 那么谁来卖的呢 是荣江县民政局卖的 谁来买的呢 是这个荣江县的国资平台 就是城投平台 叫荣申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就政府的资产 卖给政府的公司 这一转手呢 就让县财政虚增了 1亿2680万的收入 那么县政府增加了这个收入 有了政绩 这个县政府的这个融资平台 荣申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呢 突然增加了 1亿2680万的资产 他又可以拿这个资产呢 去贷款 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啊 他都是靠这种虚增国有资产 高估国有资产 然后呢 再去骗银行 这是他讲 第一个方面信用投资 第二个方面信用投资呢 就县政府与乡政府之间 也信用投资 他调查当中举了一个 河南省一个县的例子 就县政府与乡镇呢 联合做一项工作 就每验收一亩福肯的宅基地 县政府向乡政府呢 补贴10万块钱 就给这个吉利政策 那么在这样一个吉利政策的作用下 乡镇就大力开展农民 退出宅基地 但是当乡政府完成了这个 腾退宅基地这个任务之后呢 县政府没有钱来补贴了 就乡政府垫了钱去腾了宅基地 但是县政府没钱了 赖账了 他调查的这个县呢 到2023年底 就因为这一件事 就骗了乡镇 这一件事就欠乡镇 2000万的补偿款 那你说这个乡镇 怎么去相信这个县呢 就是他说 县政府与乡政府之间信用投资 他第三个方面就是说 这个乡政府也不是吃素的 乡政府与乡政府干部之间 也出现信用投资 他论文当中这样描述 在县政府对乡政府财政收入的 家长式支配下 乡镇的预算约束被硬化 大量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资金 被县一级安排 乡政府基本失去了 安排预算的支出权利 面对乡政府的这个财政缺口 乡镇政府不得不透支 与乡镇干部之间的信用 拖欠乡镇工作人员的工资 你这个县里边来骗我乡镇 我乡镇我就来骗乡镇的公务员 那么这篇文章调查的河南的某镇 乡镇干部每个月的工资 到手的只有不到三千元 那么他第四个方面信用投资 就是乡政府基层干部 与工程队和企业之间也信用投资 他不光是体制内系统互相骗 互相信用投资 他这个县乡政府基层的这些公务员 与这些工程队企业之间也信用投资 所谓信用投资就是不认账 或者赖账 项目式的供给是限运发展的普遍模式 项目竞争 一方面需要地方自立主体进行资金配套 另一方面 许多项目申请都要求手续先建后补 资金以奖代补 即先开工建设 再补办手续 验收合格后 获得项目资金拨付 那么这种模式 使地方自立的主体 将一个大的项目分拆成很多的小包 地方自立主体不仅有了选择谁来承包工程的空间 还能赚得上级项目经费和实际建设经费的差价 这个差价也成为地方自立主体自主配置资源 为地方自立主体与工程对企业之间合谋 提供了交大的空间 他举了一个在陕西的一个项目 就村里的项目通过财务运作 不同项目之间经费可以挪用 村里干部说利润空间有时可以到50% 那里的村干部用私人的名义 与包工头签合同 因为包工头不愿意跟村里签 包工头知道村里或政府做工程 工程要拖久 拖得很久 最后找不到人 但是跟村干部签就有具体的债权人 那么村里面赖账 镇里面赖账 县里面赖账 这些村干部跟工程队签的同样赖账 他第五个方面信用投资 是村干部与民众之间的信用投资 实际上在前面几项都涉及了这一点 最终还是与老百姓的信用投资 他调查中举了一个湖北卯村的例子 说村里书记召开村民会议 征求村民对修路的意见 在会上几乎所有村民对修路表示口头上的赞成 比如自家承包地被占 可以不获得任何赔偿 因为书记一直在强调修路是大家自己的事 但是到后来开始占地修路的时候 原先大会上形成的话语又变得千疮百孔 一些曾经表态 同意的村民守着自己的承包地 不让工程队入场 而村民反映 就一些人在会上明明商量好的 后来实际做的又不一样 有些人做小动作 想方设法扩大杂物房的面积 村民解释这种反悔现象争夺的原因 都提到基层干部和地方政府缺乏工信力 就互小骗 那么对于这个教授的这个论文 LT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第一 这种整个基层系统治理的这样一种 系统性的信用投资已经成为常态 由这个教授发现 并且做了定义 这个是意义重大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普遍感觉 就是当今中国的这种被习近平在全世界 很骄傲的宣扬的这种治理方式 究竟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 那么从政治层面来讲 就普遍认为是开倒车是倒退 但是很少有人从制度层面来分析 这种倒车倒退是怎么形成的 难道仅仅是习近平在主席台上 信口吃黄的那些言论吗 不是 他那些言论在整个中国的这样一种 治理体系当中已经发生了作用了 习近平在北京收房自如 可以随时不认账 但在基层你看就变成了 这么系统性的不认账 系统性的信用投资 而且这个教授他难能可贵的是 他不是像一般人感叹 怎么又出现政府欠钱不还 怎么又出现什么以形体债 他把它上升到理论化上升到 就这种信用投资式的治理方式 已经成为常态了 就大家都不奇怪了 这是这篇文章 带给我们最震撼的地方 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这种治理方式 本来是习近平耐以骄傲 向全世界推广的 但是在中国现实生活当中 普通民众感受过程当中 又成为一个最大的弊病 形成这么大的反差 它可能会诱发我们 去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习近平谈的 他的治理的方式 治理的目标 与现实生活当中 人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 是不是一回事 因为习近平他也没有讲说各级政府都去坑风拐骗 他并没讲这个话 就习近平他想象当中的治理方式 与今天中国社会上下流行的这种治理方式 既有相同点 也有不同点 所谓相同点是习近平治理方式的核心 是我说了算 那么这边教授发现这种信用 透支起成为常态的这样一种劣质的治理方式 他也是追求我说了算 就我赖账是因为我说了算 你看赖账的首先是权力最大的开始赖账 省里面对县里面 县里面对镇里面 镇里面对村里面 村里面对村民 那么这种信用透支赖账的前提是我说了算 这个是与习近平讲的治理 方式是一致的 那所不同的是习近平有习近平的利益 这些地方官有地方官的利益 那么习近平的利益 他就是维系他的独裁统治 维系他的忠诚制 地方官员的他的利益 一方面要维系他说了算 另外一方面也要维系这种层层的腐败 你看他这种所谓的信用透支 都是掩盖了各种利益集团 在瓜分这个国家 在侵吞这个国家的公共资源 你看县政府对银行 县政府对正政府 县政府对乡政府 乡政府对村 村对村民 这一级一级的这个信用透支 或者赖账里面呢 都包含着腐败 没有一个环节可以避免这种腐败 每一个环节 他都是伴随这种腐败 没有腐败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 所谓的信用透支 所以腐败成为今天地方治理的一种常态 这个结论呢 可能有些在中国的网友啊 你可能不一定认可 大家就说反腐败啊 是好像治理方式越来越干净 他不是的 你看王大学这个教授人调查的 层层的这样一种信用透支 成为一种常态 他背后的腐败 才是这种常态的本质 没有腐败 维系不了这样一种信用透支的常态 所以这反过头来 再来谈习近平的治理方式 所谓的反腐败 就成为一个笑话 所以治理信用透支常态化 才是今天习近平中共 治理这个国家真实水平 或真实现状的反应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